女神张米意外怀孕 三大男神竟然抢着当爹 一女三男宿醉之后共处一室 醒来之后竟然发现 事情变成了这个样子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部 由周星驰 张学友 莫绍聪 共同主演的电影 《最佳女婿》 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 帅气的理发哥哥阿开的店里天天爆满 还一个一个都是漂亮的姐姐 多年老手一人的英书门前却门可罗雀 英书不由得开始吐槽 阿开的好兄弟是一个风水大师 一个则是服装设计师 二人纷纷前来 为阿开新店开张做庆贺 而由周星驰饰演的赖大师 自称风水大师赖不一的传人 他只要掐指一算 就知道灾难即将发生 于是让司机将车往后到了五尺 司机刚刚退后 一个木桶就砸了下来 这下司机连钱也不收了 真是神怀工人 结果一下车 他这个神棍就翻车了 他只能告诉司机 是因为自己泄露天机的缘故 然后立刻拿出罗盘 开始算卦 结果却不小心惹到了英书 还好他逃得比较快 因此躲过了一劫 服装大师大眼龙也找到了这里 不过却误打误撞 进入了英书的店铺 还意外的导致英书将人家顾客的胡子刮坏了 英书刮胡多年 从未有过失误 刚想跟他理论 就被赶来的阿开和小赖 噴了一身的泡沫 就在英书吃亏之际 英书的女儿小英突然出现 青春靓丽的小英很快就引起了几人的注意 三人纷纷对这个漂亮姑娘一见钟情 小赖更是表示 三兄弟为了接近小英 急忙进门道歉 结果阿开和小赖被恶搞了一顿 独眼龙却如愿进入了店里 英书为了报复 剃坏了独眼龙的两条眉毛 但是独眼龙却意外得到了 和小英单独相处的机会 这也让兄弟二人十分羡慕 而小英的父亲 却一心想让女儿参加香港小姐 到时候掉一个金龟婿 阿开为了报德美人龟 也来到了英书的店铺 还带了一车的臭豆腐 可是小英并不喜欢 小赖更是拿了一个财神 说是望风水 想讨得未来老丈人的欢心 此时的独眼龙也带着鲜花姗姗来迟 三兄弟齐聚一堂 表示公平竞争 通过打听这才发现 原来小英是在游泳馆教小孩子游泳的 不过话说回来 小英这颜值这身材 这是真实存在的吗 三人为了争夺小英的芳心 更是开始了水下憋气比拼运动 结果谁也不肯服输 硬是憋到差点溺水身亡 还好被小英及时拉了出来 三人在得知英子入选香港小姐之后 更是安前马后 表示要为英子狂举大旗 英书在得知此事之后 并没有吓跑三人 毕竟谁会拒绝三个免费的劳动力呢 于是便同时约了三人到自己家里吃饭 三人明争暗斗 互相灌酒 还互相玩起了奶油蛋糕 有说有笑间 英书更是在一醉之下 将三人同时指到了女儿的房间 结果小英第二天宿醉醒来 发现自己悲剧了 一声尖叫滑破长空 三人为了防止不被准岳父砍死 只能在宽慰过小英之后 暂时跳窗跑路 三人纷纷表示 昨天跟小英发生故事的一定是自己 都想对小英负起责任 小英本来不想再见这三个人 可是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意外怀孕了 英书也在去医院的路上 意外得知了此事 便磨刀祸祸祸 向三人盘问起来 可是这三人也是间歇性失忆 那碗的酒实在太香 谁能记得那么清楚 于是争抢着要做孩子的亲爸 英书只能轮流逼问 还使出了耳聋大法恐吓三人 可是依旧问不出一个所以然 英书一气之下 干脆直接逼着小英打掉这个孩子 心地善良的小英 不忍心伤害这个未出世的小生命 说什么也不准备打掉这个孩子 然后坐着出租车离开了这里 三人急忙坐车去追 可是奈何前面亮起了红灯 还好 司机跟前面的司机是老相识 于是拨通了前面司机的电话 想让他开慢一点 三人立马开始了 极力挽回和示爱模式 阿开说爱到海枯时烂 司机却告诉小英说 爱他爱到裤子都烂 小赖说赚的所有钱都给老婆花 却被司机翻译成了不给老婆花 独眼龙不会说话 只能表示希望小英能够等等他们 给他们一个弥补的机会 而且他在外面孤苦伶仃 万一照顾不好自己该怎么办 小英这下听到了 刚表示我要下车 司机却表示 可是司机说着说着飙车太快 自己竟然撞到了牛车上面 这下撞得浑身发丑 而三个人终于追到了小英 小英为了孩子也同意在他们找的住处暂时安顿下来 三人为了在小英面前刷存在感 更是各显神通 独眼龙更是弄了婴儿的画像 表示那是自己画像 其他二人深受刺激 当场对他就是一顿暴揍 却在小英转过头的时候表示他们三个一定会相处的很好 小赖想要替小英下厨 却不知道芹菜到底怎么吃 把叶子弄干净之后 其余的全部扔掉 结果做出来的饭只有菜叶 独眼龙想要做菜 却直接让鱼窜到了垃圾桶里 好不容易做出来了 也只是游刃有余 阿开虽然看似游刃有余 但是做出来的菜却只让人直揉肚子 小英看着不靠谱的三人坐在一旁更是伤感 想到自己的父母便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电话 独眼龙见状急忙上前安慰 小英更是抱着他说 你真好 独眼龙刚想跟起来个亲密接触 就被小英给直接拒绝了 转眼就到了陪小英做运检的时候了 三人都非常激动 纷纷幻想着自己就是孩子的爸爸 就在这时小英突然想吐 由于没有纸巾 独眼龙直接脱掉了自己的衣服 让小英吐在自己的衣服上面 阿开也不甘示弱 在小英下一次吐时 直接接触了这些呕吐物 小赖也想去接 可是小英已经不想吐了 反倒是接触了旁边大姐的呕吐物 小赖心里苦 可是小赖不能哭 小英的父亲也放心不下 前来看望女儿 眼看女儿只已如此 为了考验三人的真心 便直接要出了天价彩礼 并且要摆60桌酒席 外加一套100平米的房子 三人听完之后 只能故作有钱的哈哈大笑 不过为了能够取到小英 只能更加卖力地工作 小赖重出江湖 摆起了算命摊 刚好碰到了开头的司机师傅 凭借着自己的半吊子本事 坑上了人家一把 独眼龙更是没日没夜地 采取了缝纫机 阿开就更不用说了 只要有客人在 就永远不会下班 眼看就到了孩子生产的时候了 当时还不允许DNA鉴定 这也就意味着 三人很可能都是孩子的爸爸 于是英叔为了考验三人 就谎称将孩子卖给了一个妇人 三人为了夺回自己的孩子 便准备团结一致 到所谓干爹的家里 把儿子要回来 于是三人趁着夜色正浓 找到梯子之后 爬到了妇人的屋子里 为了不被女主人发现 阿开只能以身试电 其余二人则趁机扮演电视中的角色 不断发出声音 将女主人忽悠了过去 可是这时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 阿开急忙表示 这才打消了女主人的疑虑 可是刚偷走宝宝 就不小心摔到了地上 女主人也在此时醒了过来 看到几人要抢自己的孩子 立马发怒 开始阻止三人 然而就在几人争抢之际 却不慎将婴儿摔了下来 医生告诉众人 婴儿治好之后 很有可能是个白痴 妇人犹豫了 便让其他三人来签 其他二人纷纷犹豫不决 不想承担孩子之后的手术费 只有独眼龙爽快签字 表示无论怎样 都会照顾小婴和孩子 这也正是婴叔为了考验三人 哪个才是最值得女儿托付的人 那个掉下去的 不过只是一个洋娃娃罢了 其余二人也是无比羞愧 不过三人还是约定 之后还做好兄弟 之后的独眼龙 更是和小婴 生下了好几只大眼龙 二人过上了无比幸福的生活 虽然第一个儿子 长得像陈叔叔 但是独眼龙依旧视如己出 还在几个孩子之中 对他最好 就连大婴叔也表示 但是现实中 饰演独眼龙的莫绍聪 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渣男 他当时曾经火遍香港影坛 热度更是一路高出 当时的周星驰和刘德华 虽然他出道极为巅峰 但是却将手中的一手好牌 打得稀烂 处于顶流时期的他 丝毫不珍惜自己的视野 更是沾染上了毒品 被直接封杀 他的情史也更是浪荡不堪 抛弃女友也就算了 竟然连亲生儿子也不想认 因此也被观众调侃为 世纪渣男 在1980年的时候 莫绍聪凭借着自己帅气的外形 成功得到了邵氏集团的力捧 成为了娱乐圈的新兴艺人 之后他更是如鱼得水 出演了武侠帝女花 甜甜24位等多部作品 由于演技不错 再加上外形出色的缘故 外形俊美的他 深受广大观众的喜欢 也因此迅速在影坛中展露头角 之后的他更是和许多大明星一起合作 一时之间那可谓是风头无量 当时大火的他在最后一个太监中 就连刘德华也要给其做配角 而他的情史也更为丰富 在主演 雪靠机时 与当红花旦上山湿纳 音细生情 虽然二人郎才女貌 看起来十分般配 但还是惨淡分手 因为莫绍聪身边的桃花运 实在是太多了 而莫绍聪也并没有因为女友的离开 消沉下去 因为她的桃花运 实在是太好了 在与著名艳星陈宝莲 共同合作拍摄 《剑奴之血气约》之时 更是与其在片场轻轻我我 两人也迅速坠入了爱河 不过外界却对这段感情 不是特别看好 因为陈宝莲在拍摄 太多风月片的缘故 即使她的容貌和身材样样都绝 却还是难入大众法眼 两人的年龄差 更是足足有11岁 所以就算二人坚称 对方都是彼此挚爱 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 二人一定不可能走到最后 不过没有想象到的是 二人的感情比大众所预料的更加塑料 没过多久的莫绍聪 便又彼此另觅心欢去了 之后他就又将目光 放到了甜美可人的红心身上 巧合的是 二人也是拍戏结缘 二人的这段感情 也是大众最看好的一段了 两人也常常在公众面前大秀恩爱 一时之间也是羡煞旁人 不过墨绍聪却在这段感情中 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为了让男友欢心 红心更是世事忍让 他只要一有空 就会出现在墨绍聪的旁边 因此他还被媒体戏称为 根的夫人 两人相恋几年之后 红心却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 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孩子的这个亲生父亲 竟然说什么也不肯认账 还直言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 因此红心只能一人辛苦地抚养孩子 然而在媒体对他口诛笔伐之时 他却正跟别的女人打得火热 在拍摄黄飞红五大弟子之时 更是与片中的女演员红艳 再次因戏生情坠入情网 二人甚至还开启了同居模式 而这次的他竟然一改渣男名号 与红艳在恋爱几年之后顺利结婚 就当诸位媒体以为这位浪迹情场的公子哥收心之时 他的绯闻却频频传出 莫绍聪甚至常常去酒吧泡妹 夜不归宿 最终的红艳忍无可忍 于是决定离婚 这段相差二十岁的感情也就此到期 而这位渣男在2011年也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报应 因为涉毒被抓 他的人气一落千丈 所有的人设也全部崩塌 一时之间漫天黑料的他 已经落到了无法翻身的地步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 依旧有一个女人对他死心塌地 那就是比他小了整整26岁的孙云玲 孙云玲在陪他熬过最艰难的时光后 莫绍聪也决定一辈子好好的爱这个女人 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二人这段婚姻仅仅只是维持了四年之后就惨淡收场 他们仅有的女儿也留给了莫绍聪照顾 虽然莫绍聪对儿子拒不相认 但对女儿却是关怀备致 甚至常常在微博上面大秀妇女亲情 而他的儿子张稿莲也早已经有了 对他视如己出的后霸张丹峰 联想到电影中读眼龙爱小鹰如梦的情节 也不由得感到唏嘘不已 这可能就是梦想和现实中的差距吧 不过风流反被风流舞 也许之后的他已经懂得了好好生活 和爱自己的女儿了吧 好了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就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梦得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